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老师把实验的步骤先规划好 让学生自己去收集资料 然后老师再去做引导让学生去探究 但是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都是老师来引导进行 特别是在疫情下 这样的实验教学不得不暂停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数位的设备 数位的学习内容 来完成这样的探究室教学 那虚拟实验室也就是我们讲的电脑模拟 就能够有效地促进探究室的学习历程 那在这样的虚拟实验室里面 学生可以规划他们自己的探究学习的学习历程 那可以自己去操控实验变数 那预测实验结果 那并针对实验的结果进行诠释 那因为它有比较安全 也比较经济的方式 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家都进行这种虚拟实验室的开发 那在国际上有一些非常有名的网站 都已经有开发虚拟实验室 例如像FET 这是一个很多自然科学的老师都知道的 那它包含了有150个自然科学 像生物、地球科学、化学、物理等相关的虚拟实验室 那供全国、全世界各地的老师、学生使用 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是 Concore Consortium所开发的Molecular Workbench 那它也提供了非常多精美的虚拟实验室 那但是他们这两个平台都遇到一个困难是 他们都是Java所开发的 那因为Java已经渐渐的下市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要去把它转换成HTML5的线上版本 那这些科学模拟都是国外开发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那国际上面的所开发的电脑模拟虚拟实验室呢 都没有办法完成完全的Cover 我们国内课纲的所有的内容 那第二个呢 这个所有的虚拟实验室都是在提供一个实验室 但放在那边并不一定能够代表说学生能够有效的学习 让学生自己去操作 其实学生也只会仅停留在好玩的阶段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这些虚拟实验室都是个人使用的 那并不能支援老师跟学生一起去使用 就好像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有分组的学习 那老师可以进去跟学生一起去操控这些实验设备 但是这一些国际上所提供的虚拟实验室 并没有办法支援这样有效的学习 所以我们实验室呢 跟一些教授们合作 包括师大的物理系教授黄福坤教授 他在虚拟实验室的开发上 已经有十几年的功夫在上面耕耘 那但是呢 他所开发的网站呢 都是Java开发 那我们也面临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跟他一起合作呢 想要把所有的 他已经现在手上有的虚拟实验室 转换成HTML files 也就是说在手机上 在平板上面 在电脑上面都能够一起来使用 那但是光光开发这个东西 需要大量的成本 所以我们就跟西班牙的 Musser大学的Francisco教授合作 因为他是 他是数学系的院长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数学方法 来提供这些模拟的应用 所以我们三个 三个人就合作来开发一个平台 那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过中小学 国内中小学所需要的物理模拟 那以及开发更具互动性 更有效的虚拟实验室 让台湾以及全球的师生使用 那为什么叫Cosign网站呢 那其实它是两个字的结合 一个是Collaboration 第二个是Science 也就是说 让学生在上面可以进行科学的学习 但是我们希望学生在上面是可以进行合作的 也就是一群学生可以一起去探究一个物理现象 那也跟老师可以一起来学习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Cosign是基于合作上面的科学学习 那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开发 已经完成了一百多个物理的模拟的开发 那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看 那上面的内容都是免费的 那我来稍微介绍一下 有哪一些国中高中的课程可以使用 那第一个是福利 那福利是相对复杂的一个单元 那国中生在学习这个有非常多的迷思概念 那在上面有非 我们在Cosign上面有非常多的模组 虚拟实验室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是抑压 就例如帕斯卡原理 那这些透过把它把这些压力 能够真正的显示出来在画面上面 让许多学生可以对这些 因为压力如果在实验室里面做 其实你看不到它的压力多少 但是透过这种虚拟实验室的过程 那可以把一个虚拟的压力 放到各个地方去 可以显示出来压力到底是多少 那学生也可以更了解说 抑压到底的概念是怎么样 那速度跟加速度 也是许多学生有迷失概念的地方 那因为力量其实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图形化的界面 让这些看不到的因子可以显示出来 那第四个是摩擦力 摩擦力也是学生有很多迷失概念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力量是看不到 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箭头就可以让学生知道 其实各个平面上面所受的力量 其实是来自于哪里 那可能是来自重力 那重力下滑的过程里面 因为跟界面有摩擦 所以会有摩擦力的产生 那这次也是会让学生有非常明显可以观察到这物理现象 那自由落体跟平抛 这些也都是在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模组可以使用 那科斯力是一个圆周运动 那如果你是从外面去观察一个科斯力的话 你就看到一个物体在圆周运动 可是你很难从一个从中间点 或者是从被在一个在圆周运动的物体上面的观点 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透过了物理的模拟 一些科学的模拟 可以让学生从不一样的物体的角度 视角角度去观察这个现象 那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物理模拟 那在高中上面就有动量跟动能 那这些过程里面我们可以让学生知道说 力量如何蓄积如何转换 那这些过程像101的烟火如何爆炸 那它这边有什么物理现象在里面 我们这边也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模组在里面 那碰撞也是高中里面很重要的课程 那我们除了一些基本的碰撞以外 我们还把它游戏化 让学生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游戏 一起做游戏一起做合作 然后来解决问题 那剪血运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比如说弹簧或是单摆 这些都是跟剪血运动有关系 那另外比如说舌摆 那一群一堆的蛋白一起摆的话 为什么会有产生一些规律现象出来 那这些在虚拟实验室里面都很好的去操控 那还有热力学 那在地球科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问题 是陆海风 白天跟晚上的时候 海边的风为什么风向会不一样 那它这跟气体的压力有关系 跟温度有关系 那这也是 其实它的根源是来自于每一个水跟固体一些沙子 它的比热不一样所造成的效果 那我们在我们的虚拟实验室里面 就有把这些气压温度的关系给揭露出来 让学生知道说 原来这个风的风向是来自于比热的不一样 那这也是我们在实验室 在这虚拟实验室里面 可以探究的出来 那波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操控看看说 周期是什么 频率是什么 那影响到这些周期跟频率的因子到底有哪一些 那在高中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譬如说 读普乐效应 那一个救护车从远处开过来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 它为什么会 它的频率听起来会不一样 它声音的高低为什么会产生变化 那我们就透过让学生去听这个过程 那学生会知道说 原来在靠近的时候 波的形状跟远离的时候 波的形状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说 这个读普乐效应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那光学里面我们提供非常多的 操控了操控的界面 让学生去操控不一样的透镜 它在成像的过程里面的原理是什么 那这也是让学生可以自己去探索 那电磁学也是国高中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们里面可以让学生去操控一些位置 那去可以看得出来它磁力线是怎么分布 那电跟磁怎么样互相交换的过程 那我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了一些 非常好玩的一些虚拟实验室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下雨天该跑吗 如果你从这栋大楼要到另外一栋大楼去的话 你要不要跑 那跑会不会比较不会湿 那这个我们透过模拟的过程 让你知道说你的平面 你的正面跟你的头顶 到底是哪一个接受到的语量 到底是怎么随时间变化 那这个过程就可以来厘清许多的迷思概念在里面 这也是一个生活上面的物理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阿基米德罗真假皇冠 这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那因为真的黄金跟假的黄金 它的比重不一样 它所受的福利就不一样 那它所排开的议题体积就会不一样 可是在这么久以前 其实阿基米德他所面对的 他没有这么精准的量测仪器 体积的仪器 所以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去量测 他所排开议题的体积 他其实是切利略推想 他是透过天平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把这个过程 变成一个虚拟实验室 让学生去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这也是非常好玩 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迷思概念 该选哪一把弓 如果有两把弓 一个是比较软的 你可以拉得比较长 一个是比较硬的 它的力气看起来是比较大 那你要设得比较远 你应该是选哪一把弓 那大部分的学生会选 比较硬的那一把弓 其实因为人的力气是 最大的力气是有限的 所以最好还是用选的比较软的弓 因为你能蓄积的能量比较多 所以呢 你能打的 你能够把这个弹弓射得更远一点 那这也是常常学生有的迷思概念 那我们也把这样的迷思概念 跟能量的转换 把它呈现在图形上面 让学生更容易了解 这样的过程 那有人就会说 那这些模拟 这些虚拟的实验室 都是电脑算出来的 那跟我生活上面的经验 好像联合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把生活上面的影片 跟科学模拟的结果 叠合在一起 让学生自己去 看看两个结果是不是一样 去对照一下生活的经验 跟模拟出来的结果 到底是怎样 那这个模拟就是我们模拟 自由落体的状况 学生去操控模拟 可以去缝合在真实的影片上面 那他更能够了解说 真实世界的物理现象是怎么样 那这是福利刚刚讲过 是一个非常多的迷思概念的地方 那一个球 一个实心球 跟把这个同样重量的 同样材料的东西 做成一个碗的形状 为什么一个会浮上来 一个会沉下去 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 变成一个虚拟实验室 让学生自己去操控 那学生更能够了解说 原来排开液体的体积 的重量 它跟浮力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形状不一样 那他所受的浮力就会不一样 那这个也会让学生去 自己去探索这样的过程 那这个子弹测速器 是在动量上面 那在很久以前 如果没有像我们 直棒的测速枪 你怎么样去测一个子弹的速度 那就透过它碰撞的过程 我们就知道说 它的动量有多少 那透过这样的 也可以去测出这个子弹的速度 那这也是一个应用 那实相跟虚相 到底原理是怎么样 那学生在这边 有很多的迷失概念 那我们透过 让学生自己去操控看看 然后画出这些光路图出来 它就知道说成像到底是什么 那虚相跟实相到底差别在哪 好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Cosign最大跟其他国家 所开发的网站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科学模拟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一个合作的虚拟实验室 也就是说一群人 一组学生或是老师跟学生 可以一起去操控这个模拟 那这也是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轰炸机 它要去炸掉底下的雷达站 那我们要想要让三个学生 去充分合作 那我们就可以三个人 让他们一起去玩这个科学模拟 那我们可以指定说 某一个人控制这一台飞机的高度 有一个人可以控制这一台飞机的速度 有一个人可以去控制头弹点 那他们三个人必须对抛射运动 非常的熟悉 那他们三个人都必须充分的参与 这个学习活动 那这是一个合作的 合作学习的案例 那这个每一个人都被需要 他不是说我们在科学上面 我们在学习上很多的时候 都会依赖一个比较厉害的学生 去做所有的计算 那我们这个时候三个人都是被需要的 每一个人都被需要 所以他们就必须的充分的合作 那我们在cosign上面 所有的科学模拟 所有的虚拟实验室 都是合作的模拟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一群学生 去参与每一个虚拟实验室的活动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区别 那在教学上面 我们有做很多的研究 跟很多的推广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科学模拟 我们的虚拟实验室 是结合课纲跟学校的课程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所开发的东西已经cover到现在课纲 所有的物理的概念在里面 现在有一百多个网站 那我们持续的在开发 那我们在设计这些课程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重学生的参与 也就是学生必须参与在操控这些模拟上面 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做做看 而不是老师给予资料 或老师给予讲解而已 那第三个我们是注重在 应价的辅助学习 也就是说老师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不是放着让学生自己去操控这些科学模拟而已 那第四个最重要的是说 教室内要实物可行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好的内容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在教室内使用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必须要达成这个 所以我们有开发了非常多的教学法 来使用这些虚拟实验室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轻实验 轻实验的 轻实验的做法的教学法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讲说 我们需要把学生带到电脑教室去 才能够用这些科学模拟 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在电脑上面完成 可是你每次要带到电脑教室 就要耗费很大的成本 而且需要排班 那我们这个做法 轻实验做法就是说很轻量的实验 也就是说老师在一般的教室下就可以进行 那我们做法是让小组进行 就是说譬如说一个班级可以分成 五组或六组 那只要六台五台的iPad 就可以在上面完成 那我们的Cosign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我们是跨平台的虚拟实验室 也就是在平板电脑上面 在一般的电脑上面 在手机上面都可以运行 所以老师只要准备五六台iPad 就可以在教室里下去实施这个轻实验 那也就是说我们老师设计好学习单 做成分组的学习单 那学生就透过这个学习单的引导 一起去操控这台iPad 去操控这些虚拟实验室 然后结束之后老师在带领全班的反思 那这样学生也可以自己操控 当然我们学生动手做 然后老师带领去做反思的活动 那这里我们在很多的 很多的学校已经实验过 是非常可行的 那现在教育部正在推生生用平板 那平板已经进入到各中小学去了 那这个也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些 一些学习内容 那很多老师也开始使用这个 去在课堂上面使用这些虚拟模拟 那这是清理实验刚刚讲的过程 这些就透过平板一些分组 就可以大大减低老师的教学上面的符合 那另外一个比较高中生特别喜欢的是学生参与设计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有的虚拟实验室都是我们团队 一个博士后两个博士后跟所有的一起的所有的参与人员一起去设计 那但是学生在这边只是单纯的使用者 那我们为了要让学生也能够参与这样的设计 这些模拟的设计 我们也让设计一个界面 让学生可以很简单的去参与这样的科学模拟的设计 那这是主要是透过MIT Media Lab 和Samuel Popper他所提出来的建造主义 就是让学生自己去建造这个东西 而不只是消费而已 那这是他在193个世纪所提出来 4050年所提出来的概念 就是让学生透过操控一个机器人来学习几何的概念 那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让学生自己去参与这样的科学模型的建立 科学模拟的建立 那他也会更了解科学的现象 科学的原理是什么 那我们这里的工具就把它做成学生可以使用的过程 那这别特别使用像Scratch 这样的Broccoli的界面 让学生可以很轻易的写一些简单的程式 那透过拖拉的程式界面 他可以建立出一些简单的物理游戏出来 那这是一个高中生做的案例 就是他可以把一个抛射运动自己用他的概念 然后在我们平台上面做出来 那这在以前他需要写非常复杂的程式 而且必须要有非常多的程式的技巧才能够做出来这样 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面他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成品出来 那这个就可以放到他的学习的历程档案里面去 在对于他升学上面非常的有用 那我们的平台因为有很完整的跟客纲结合的虚拟实验室 所以教育云跟英才网也把我们纳进去他们的范围里面 那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些虚拟实验室 渐渐的分年 然后把它放到英才网跟教育云底下 让全国的市政可以更方便的取用 那除了这些虚拟实验室以外 我们也拍摄了很多的影片 让带领学生一步一步的去用这些科学模拟 去建构科学知识出来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搜寻一下教育云跟英才网 我们的材料都已经在上面上架 那我们的虚拟实验室在疫情期间 其实是发挥很大很大的效果 因为学生不能够到学校去 那也不能到学校去使用实验室 所以我们在这两年期间 总共有两万四千多名的学生 一起到上面去学习科学的概念 那也跟学校一起规划探究跟实作的课程 那给予他们兴趣 他们建立他们的学习历程档案 那在全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使用 在疫情发生之前 其实我们的使用量 其实不是很高 只有五千多个 可是在疫情发生时间 就已经一下子暴增到 一万五千名使用者上来 那今年还没有结束 已经到一万两千了 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 进入到Cosign上面去来使用这些科学模拟 包括大陆 美国 法国 欧美国家都开始来使用 那我非常感谢国防中心 把我们的东西能够推向全世界使用 因为国防中心有非常稳定的高速网路 那也有很高效能的计算资源 那我们这些模拟都能够 能够让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使用者 能够快速的存取 那也能够快速的计算 那我们这些模拟可以让中小学 甚至大学的物理课程 可以让学生进入到一个更建构 更有效的学习 我们非常谢谢国防中心 提供我们这样的服务 让我们可以使用非常稳定的高速的网路 跟非常高效能的计算资源 让我们所开发的成品 可以让全世界的使用者师生 都来使用我们的所开发的东西 那未来的世界里面 有更多的元宇宙的应用 那我们的资源也会放到元宇宙底下 但是这需要更高效能的计算 所以我们希望国防中心的 这些这么好的资源 可以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来使用 然后让他们的研究 进入到更高的层次 谢谢国防中心